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 王一博的崛起与现状 王一博 这位在陈情令中与肖战搭档的青年演员 近年来迅速崛起为顶流男神 他的演艺之路可谓是一帆风顺 但在光环背后 也有着不为人知的艰辛与挑战 早期成名 自从与肖战合演陈情令后 两人共同收获了无数粉丝与人气 成为当下备受关注的青年偶像 然而王一博在去年五月杀青的追风者后 已近一年半没有新剧入组 令人堪忧 虽然他在这段时间内参与了冒险实境秀探索心境 但他因被选秀节目除名而引发的争议 着实让不少粉丝感到不满 大家开始猜测 王一博是否遭遇了公司冷落 商业价值的持续增长 尽管外界对王一博的职业规划和公司管理产生疑虑 但他的商业价值却始终如日中天 据统计 今年他已接下九个新的代言 并续约了13个品牌 王一博显然是乐华娱乐旗下最赚钱的艺人 商业吸引力极为惊人 王一博在乐华娱乐的商业表现非凡 曾在一年内为公司创造约638亿的收入 而他本人则获得了高达286亿的分成 在他重新签约的2022年 提成更是达到56百分号 这无疑是对他影响力与努力的充分肯定 娱乐圈的纷争与挑战 近期 王一博所属的乐华娱乐 推出了选秀节目年轻的战场 然而在官宣时 却将王一博的tag迅速删去 这一举动引起了粉丝们的强烈反应 许多人质疑公司是否故意在冷冻王一博 尤其是在他的男团UNIQ解散的情况下 这种种迹象似乎在传递出不太乐观的信号 粉丝们的愤怒可理解 毕竟王一博一直以来的表现和贡献都是有目共睹的 尽管他近期没有新剧推出 但他的品牌代言数量依然处于领先地位 这显示出他在商业领域的巨大潜力和影响力 实境秀探索新境的成功 在缺少新剧的情况下 王一博参与的冒险实境秀 探索新境 成为了他在这段时间内的重要曝光平台 在节目中 他扛着重达12公斤的背包 勇敢地深入雨林进行冒险 这种积极的形象与挑战精神 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好评 也进一步提升了他的个人品牌形象 该节目播出后热度迅速攀升 王一博的表现也引发了众多话题 显示了他在综艺领域的多元化发展 无论是演戏还是参与实境秀 他都展现出了较强的适应能力与感染力 这使他在粉丝心中的地位更加巩固 未来的规划与展望 根据乐华娱乐工作人员的透露 王一博下半年有望进组拍戏 发行新歌以及筹备个人演唱会 这些消息无疑让粉丝们倍感振奋 显示出公司并未冷落王一博 反而在积极为他谋划更大的发展机会 王一博在娱乐圈的商业价值和影响力不可小觑 他的粉丝基础也日益稳固 随着各类活动和代言的增加 他不仅能够继续扩展自己的演艺事业 还能在音乐领域发光发热 对于他未来的职业发展 大家都充满期待 对于王一博的期待与支持 在如此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 王一博能够取得如此成就 离不开他的努力与坚持 虽然在事业的高峰期经历了一些波折 但这并未影响他在粉丝心中的地位 反而 许多人认为这些挑战 只会让他更加成熟与强大 作为一个艺人 王一博需要不断挑战自我 适应变化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 无论是继续拍戏 参与综艺 还是在音乐领域发力 他都拥有巨大的潜力与机会 期待他在未来带给大家 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王一博的事业发展经历了 从默默无闻到备受瞩目的过程 他的成就与商业价值 无疑是他努力的结果 尽管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 围绕他的议论不断 但他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吸引力与影响力 随着新剧 音乐及其他项目的推进 相信王一博将在未来的演艺生涯中 续写新的篇章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订阅本频道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的新闻资讯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的新闻资讯